众所周知朱亚文是一个宠妻狂魔 在走红以后也没有隐瞒过自己的婚姻状况 在外也是时刻谨记自己是一个已婚男 拒绝和其他女明星炒作 这样的做法让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沈江妮 但是二人之间的感情真的如看起来那么幸福吗 朱亚文环保刘浩存 纠缠刘亦菲又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跟随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2002年朱亚文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和刘亦菲 罗进等人成为了同学 入学之后有很多的女生都追求朱亚文 但是在这之中没有朱亚文喜欢的类型 后来朱亚文遇到了潘雨童 潘雨童的家中很有钱 是一个富二代 其实一开始潘雨童并不喜欢朱亚文 两人相识是因为潘雨童的闺蜜 但是潘雨童的闺蜜喜欢朱亚文 于是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潘雨童 后来潘雨童就认识了朱亚文 两人在相处之后不生好感 就走到了一起 但是朱亚文的经济实力和潘雨童 有一定差距 二人每次约会都是去最便宜的地方 但潘雨童并没有因此而嫌弃朱亚文 在毕业之后为了可以更好的追求梦想 潘雨童请求父母 帮他和朱亚文买了一套房子 出入社会的二人开始忙 起了自己的视野 但是在潘雨童已经拍了好几部戏之后 朱亚文才好不容易有一部戏合拍 而且角色也不是很重要 这样的生活 在朱亚文出演闯关东后才得以改变 在朱亚文得知闯关东 在找演员的消息时 他却到了现场 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想演的角色 已经定了 其他人眼看出演无望的他只能理 就在朱亚文准备回去的时候 在门口碰到了一个人 朱亚文在道歉的时候 发现死的人原来是导演 于是就和导演交谈了一番 想要导演给他一个机会 后来导演在看到朱亚文的表现之后 就把原来定下的演员换掉 凭借这一角色 朱亚文被贴上了硬汉的标线 事业也开始逐渐变得红厚起来 与此同时 开始有媒体申巴与朱亚文有关的一切 发现了朱亚文有一个富二代女友 于是网上就有了朱亚文吃软饭的消息 网上的舆论加上朱亚文工作的繁忙 让他和潘雨彤的感情有了变化 二人就这样分手了 之后朱亚文就把自己的经历 都放在了自己的事业上 然后在拍摄《爱在苍茫大地》时 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沈嘉妮 因戏生情的二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在20133年 二人举办了婚礼 结婚之后 沈嘉妮就淡出了娱乐圈 做起了家庭主妇 后来两人生下了女儿 有了女儿之后 朱亚文从宠妻狂魔变成了女儿奴 直到女儿喜欢兔子 就去店完成给女儿抓兔子娃娃 一直到抓上来才肯离开 其实之前朱亚文在结婚之前 还和刘亦菲有过绯闻 朱亚文和刘亦菲是同班同学 当时刘亦菲在上学期间 就已经开始拍戏 所以每当学校考试的时候 朱亚文都会帮刘亦菲复习 二人还经常在一个走排练演戏 由于二人一起排练 经常出床入队 有很多人都误以为 他们是一队和朱亚文 一起上大学的哥们还曾爆料 因为朱亚文有洁癖 所以在宿舍的时候 不允许其他人坐他的床 但刘亦菲却可以 后来还传出了二人恋情的绯闻 但朱亚文当众说出了 自己和刘亦菲的真实关系 他表明自己和刘亦菲之间 有革命友谊 二人是战友 虽然关系很好 但是从来没有越过界限 还说自己不是刘亦菲喜欢的类似 后来朱亚文也结婚了 刘亦菲也很感激 曾经朱亚文对自己的帮助 在朱亚文结婚的时候 刘亦菲专门去他的婚礼上 做了半年 婚后的朱亚文一家人甜蜜美满 而朱亚文的事业 也一直在上升 但是在近几年 观众们发现 朱亚文所拍摄的作品 没有之前那么好 在某宗艺上 朱亚文也和经纪人 探讨过这个事情 在朱亚文有了硬汉的标签之后 他所出演的巨变 一直是这个方向 所以他的演技 一直都没有突破 朱亚文也知道自己问题所在 所以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 朱亚文出演了电影悬崖至上 在这部影片中 观众们看到了 不一样的朱亚文 而朱亚文因为这部剧 认识刘浩存 大家都知道 朱亚文结婚制 一直和女明星保持一定距离 为什么到刘浩存这里 就变了呢 刘浩存是新晋的某女郎 在别人还在为了梦想跑龙套时 刘浩存就已经C位出道 在拍摄悬崖之下的时候 正好碰上了刘浩存的生日 整个剧组的人都在帮他庆盛 朱亚文也在其中 当时现场很是热闹 而刘浩存一手简单手里捧着弹 告朱亚文从刘浩存的背后环抱住了他 之后朱亚文还用自己的诱使 把刘浩存拉进了自己的怀里 网友在看到之后 纷纷表示质疑 对此朱亚文解释说 是为了给蜡烛挡风 才做出了这一举动 但实在室内又会有多大的风啊 而且朱亚文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经常强调自己是已婚人士 怎么到刘浩存这就变了 早前朱亚文去快本市 在遇到玩游戏需要公主抱无心的时候 朱亚文立马拒绝 表示自己要给老婆安全感 那么为什么这次不和刘浩存保持距离 于是网友猜测 难道是朱亚文和沈嘉妮感情出现了问题 或者说二人私下已经离婚 要不然沈嘉妮为什么不站出来帮助朱亚文 澄清呢 除此之外网友还有另一个猜测 那就是沈嘉妮为了孩子一直在隐忍 毕竟一旦公布离婚的消息 受到伤害最大的就是孩子 虽然不知道朱亚文和沈嘉妮发生了什么 但现在的朱亚文在大众面前 依旧是已婚人士 所以在遇到异性的时候 还是掌握一下分寸比较好 大家对朱亚文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来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老金下期见